我們淨土中的修行者 當我們走進了佛堂 我們提起佛號的時候 所謂的一記彌陀 練 聳 聽 我們練從心起 我們從一念皈依的心 去創造一個佛號的聲音 這個聲音在聽回去的時候 當你聽到你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你的生命已經產生了變化 因為你除了你是一個罪障凡夫以外 你的生命創造了兩種強大的力量出現 一個是心靈的力量 一個是彌陀的力量 什麼是心靈的力量呢 套一句偶一大師的專有名詞說 自信功德力不可惜 其實我們自信本來有很大力量 只是你沒把它釋放出來而已 沒有把它開發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透過旅觀呢 我們把那些障礙我們內心的問題都把它削掉 這個時候你的心更加的靈活 更加的明了極盡 這個時候你心靈的力量 滑回出來了 第二個阿彌陀佛的陰身 它代表彌陀所有的功德 你啟動的彌陀四十八億的加持力 所以佛力不可惜 那麼這兩種關係是什麼關係呢 簡單的說 心力帶動佛力 佛力加持心理 那麼從這個心力帶動佛力 我們可以知道啊 你內心的力量是主動 佛陀是被動 也就是說 你準備了三分佛陀給你三分的功德 你準備了五分佛陀給你五分的功德 你準備了十分 阿彌陀佛把所有無量光無量松果的 全部送給你 所以同樣一句佛號 誰能夠把這個佛陀的功德 全部把它釋放出來 就各憑本事啦 因為同樣佛陀是平等的 身為佛陀他沒有偏心的 他沒有鎖定哪一個目標收藥 對誰特別好 這就是為什麼一場佛氣打下來 有些人是滿載而歸 有些人只是跟阿彌陀佛結結言 因為你沒有準備好 那麼 我們從這個心態的準備 我們大致分成兩類來看 一場佛氣打下來 有一種人是 消夜葬式的念佛 你看他七天創造了多少佛號 深夜的禮拜 可夜的讚嘆 異夜的皈依 一天打下來不可思議 創造多少佛陀的功德 那功德跑哪裡去呢 跑去消夜葬去了 他打完又很輕鬆阿 做生意很順利阿 消夜葬式的念佛 因為他沒有旅觀的帶動 只有信仰信心 當然身為剛開始一個初學者 可以理解 但是你應該還可以再進步 慢慢慢慢的你要學習經論 慢慢知道怎麼去面對你內心的世界 怎麼去調整自己 去加強你的心靈的素質 加強你心靈的力量 這個時候你心靈的力量準備好的時候 你的明了的心在跟佛號接觸的時候 那這個佛號就不是一般佛號 佛度給你更多的東西 因為你準備得更好 所以我們就會從一個消夜葬式的念佛 提升到一種往生式的念佛 你是要了生死的 不是追求世間的那種安樂的糖果而已 你要的是魔力寶足阿 因為你準備好 所以你從一種信仰式的念佛 而提升到理觀式的念佛 你的生命是走在一個不同的道路上 一個是走到人天的安樂道 一個是走到成就佛道 往生的菩提道 這兩個道路跑道不一樣 因為你的心態提升了 所以我們從一種信仰式的消夜葬的念佛 怎麼樣提升為一種往生式的理觀式的念佛 就是你除了佛號以外 你要有智慧的引導 就插在這裡了 你不能只是碰你的感情 你不能只靠你的宗教情操來念佛 不可以了 你要提升你心理的素質 主席 就是剛才提到聽經念佛號 那持咒的效應是什麼呢 好的 每一個訪問都有它的意義 持咒是破鬼神障 閻聽在主 鬼神障 因為你好好跟他講沒有用 不見得有用 這個鬼神跟人一樣 有些他講道理的 有些不講道理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那個 您剛才提聽經 那念經跟聽經有什麼區別呢 請你再講一次 說什麼 我自己念經還有跟聽經放錄音聽經的區別 如果你對這部經已經熟悉了 你不需要別人來跟你講解的 你自己念經的時候 你應該也可以隨文入關 也是在修關 誦經是屬於修關 你看偶爾大師 智德大師那個五品關恩衛 神喜獨誦 為了演說 堅行六度 正行六度 誦經是修關 誦經鋼經 誦樂園經是修關 是福斯貝 剛才提到念佛基的問題 就是第3經裡也講 人臨命中時 如果有人為他念一聲佛號的話 他起碼是不斷惡道 但這個時候我不知道 念佛基是不是也起同樣作用 假如說我在院子裡 每天都放念佛基 那當然有眾生往生的時候 他是不是能受到這個功德受用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回向本來是心法 我不會說把我的功德回向別人 我功德就沒有了 但是在第3經裡有講 就是說 如果你為他念佛念經 那這個功德 譬如七分 那王者得到一分 你要其餘六分 生者自利 那這個時候 好像又把這個功德分開了 那這個地方怎麼看 謝謝 好 請說 請坐 請坐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是說 你說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現在年紀大了 記憶力不好 念佛基能夠相當於為王者念佛嗎 好好好 聽到一句佛號不多惡道 但是他要聞齒要受齒 我想我們現在 你現在聽過佛法蓋 諸法的延期 一定要從內心安理 如果你念佛號的時候 他完全沒有任何的 甚至於他沒有聽到 他耳根已經敗壞也可能 因為我們在臨終的時候 竹根敗壞嘛 竹根敗壞 理論上 耳根會最後走 理論上 但是也有例外 好 那麼你到一個現場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呼吸了 那他到底耳根在不在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那我們放佛號沒有壞處 但是對他有沒有好處 難講 第一個 他是不是相應 第二個他跟佛號接觸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信仰 這個很重要 他是不是相信這個陰神是一種功德下 因為信仰是雙手 你沒有信仰 你就不能取寶 你如果對阿彌陀佛的佛號 你認為他只是一個陰神 結果就是 他果然是一個陰神 因為你沒有信仰 所以他這個會入寶山而空所回的 佛號在他的心中轉一次的時候 他沒有信仰 他沒有辦法去取寶 他沒有信仰 所以 維世學說 這個信就是雙手 所以 這個牽涉到他本身對阿彌陀佛佛號的信仰 他的皈依 如果他完全不相信 那就 有限了 那就有限了 那就保就有限了 因為他的真寶 在他心中轉一次 他沒有雙手 就沒辦法取寶了 所以你敢說他聽到佛號 他沒有信仰 能夠不斷惡道嗎 不能這樣講 那你要這樣子成立的話 那這個 佛法的因緣觀要重新建立 那就不是一切唯心照了 那就是有一種外在的力量能夠主導你了 那是他生的上帝的思想 佛教的因緣觀一定從內心發作 誰給你來說都是註言 你的心質要不相應 這個東西對你等於沒有 佛教的因緣觀跟外道的因緣觀最大的因別就是 因為一切法必進空 所以才能夠延期 你念心動 你念頭一動就是一個延期 你念頭不動就沒有延期了 所以他心中跟佛號不相應 不相應是什麼 最基本的相應是信仰 第二個就是願力 第三個就是觀照 他相應有淺到深的一種相應 如果你連信仰都沒有 這個佛號對你幾乎沒有幫助 幾乎沒有幫助 對你今生幾乎沒有幫助 因為你心中沒有建立一種力量 你怎麼去改變緣起呢 所以 心力帶動佛力 諸位你要知道 不是佛力帶動心力 如果你認為佛力可以帶動你 那你這個是外道思想 他力的思想 如果佛陀可以帶動我們的心力 那應該每一句佛號進入的心中 應該結果都一樣 因為是佛陀決定的 對不對 那就不應該有些人念佛有往生 有些人不往生 如果佛陀可以主導的話 是不是 這個不能成立了 所以是我們在主導佛號 你有多少準備 佛陀給你多少功德 這才何福延起 這才何福延起 這個很重要 感應到焦 不能向外追求 眾生心勾勁 是有條件的感應 是有條件的感應 你準備好的多少 佛陀給你多少 這才何福延起 師父好 那個 就說 地藏經理講 你譬如為他念佛 念經 有人臨命忠實 那這有七 如果說有七分功德的話 一分功德 就王者得一分功德 另外六分是生者自利 那這時候為什麼 又把這個回向功德分成功德 當然這個地藏經 他有時候 佛陀說話 有時候是全法 有時候是死法 對不對 大方向 你回向 你的信量擴大了 對不對 那你心是主導嘛 你心生 這種種法師嘛 你信量到什麼程度 你成就的功德肯定更大 我問你 你回向以後 你信量變大變小 變大了 你信量變大了 功德會變小 你覺得這個何福延起的路 是不是 這不合乎邏輯 你的心 去接觸法的時候 你的信量變大了 這個法應該也變大 因為十方法 這個法本來是法性量等犀況嘛 眾生發心自小 一佛陣就是說 我們讓他學好 一佛陣說 你只要聽一句話 應該是 皆成佛無疑嘛 那麼阿羅漢為什麼 他接觸佛頭的法變成阿羅漢呢 因為你的心太小了 不是法有問題 所以 你透過回向以後 你信量是不是變大了 是不是 因為你把眾生 我們本來修行是考慮自身嘛 自己的微生心世界嘛 怎麼調伏自己 怎麼引導自己的內心嘛 現在你把眾生的心都放進來了嘛 你本來是一根蠟燭變成無量的蠟燭 你功德怎麼變小呢 你那心 言自身的法界跟言眾生的法界 你那是 量等虛空嘛 是不是 你跟無上菩提相應阿 你功德變大了 所以 地藏心是全法 佛陀為食施犬 所以你在讀經的時候 你要知道 有些佛陀是 方便說 有些是佛陀的真實意 你一定要把它區分出來 有些話的確是 他在射受某一種人 為食施犬 因為他的善根沒有準備好 他不敢把他的功德釋放給眾生 然後佛陀說沒關係啦 你怎麼樣怎麼樣 一時善巧 請問師父 一個修行人 要怎樣做才能夠保持精進 道心堅固 淨土中的人 我想我提出三點 跟大家覆免 第一個 你最好發心受戒 很多淨土中的人 過度的 焦慢 我心中有佛 我怕傻 不要這樣子 業力不會放過你的 你不要去觸動罪業 但要往生 他是帶舊業不能帶新業 我們在處理業力啊 諸位你要知道 你不能只是說停留在 我存好心 說好話 做好事 不能這樣 你要有一個願力 要有個戒體 我一定要去斷惡修善度眾生 所以你受了戒 你會有一種願力 一種戒體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 受個善悲五戒也可以 如果你真正準備好 我建議你受菩薩戒 你的心態又完全不一樣 受了菩薩戒 你帶來念佛 你的完全不一樣 你很多事情能夠放下 所以你受了一個戒 你的身口會有一個標準 至少你的生命當中 會有所堅持 有所讓步 你會知道 有些事情你是要堅持的 有些事情是可以讓步的 你會把生命啊 至少畫出一條線 有些東西是不能碰的 生命要有紅線的 你不能碰到你自己的底線 我建議你先受個戒 第二個就是 禮觀跟世修的操作 我們剛剛講很清楚了 你要有功課 如果你只有一路練佛 都沒有禮觀 可能你臨終沒有障礙 你就過去了 但是你願意下這麼大的賭注嗎 所以我們必須要儲存第二念的反擊能力 就是你的禮觀也要準備一點 當你的佛號操作遇到重大的障礙的時候 你怎麼突破 怎麼樣把你的妄想之手都帶出來 所以我建議禮觀世修都要具足 以佛號為主 但是旁邊要有一種禮觀的能量在旁邊待命 這個就是功課 我們每一堂功課 都是為臨終再準備資料 臨終的每一句佛號 都不是白白出來的 都是你臨終 你平常的時候準備而來 沒有一件事情是無中生有的 所以你每一堂功課 都是在儲存你的往生的資料 禮觀世修 這第二個 一種定課 第三個最重要 相需不斷 功課不要多 但是你要有橫行 你能夠用功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不可思議 就算你每天一個小時 你用功三十年 不可思議 不要再用暴飲暴食的修行 打佛氣的時候 七天都不睡覺 然後回去以後都不用功 沒有用 爆風以後 真的沒有用 你這個完全是憑意氣用事在修行 沒有用 點點滴滴 功課不能停超過三天 說實在 你今天很特別休息一天 第二天到第三天你就要警覺了 所以功課不能斷 所以你要上去不斷 這是我給大家的建議